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把刚刚的那些动作全部都串在一起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拼式下载之后 我不是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删掉不要的列 所以我这边不是有做了一个,我先demo一下 这个是已经写好的 第一个动作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做了 拼式大部分都下载 然后把资料下载,但是下载的资料其实还有几个地方需要做一些调整的 包含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栏还有这两列的资料不要的话 那我删掉不要的列 那其实我刚刚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把它排序 第二个的话删掉底下的东西 底下的东西其实我刚刚做了几个 Ctrl向下 这个一直到这边的Ctrl向下 把这个区间的资料删掉 那其实如果要写那个VBA程式的话 那其实只要一个ROS 哪一个列到哪一个列把它delete掉就OK 所以抓到这里 这个抓到的动作其实就是用向下追踪加1 然后再到那个A1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然后把它删掉 你会发现这个范围就马上删掉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增加那个6个号码,6个号码的话当然我增加到这个范围 应该是6个应该在这里吧 那怎么样让那个6号码增加到这里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方法很多啦 我想到的方法就跑个回圈 有没有 那我是用追回圈 像右的话我习惯用追1到6嘛 那分别把它填到这个范围 OK有没有 那填的话呢 当然一定是第一列 Sales的第一列的哪一栏哦 对对追是哪一栏 那因为追是1嘛 所以要输出到第一的话 第一的话是第四栏 所以把它加3 所以有没有 再把追放到里面去 放到这边 所以这边第一的时候会填入1嘛 意思类推 2 3 4 5 6 有没有 这样6个号码就OK 那再来把它剖析 剖析的话呢 就我刚刚做那个动作 不过剖析如果你不会写 你可以把它录制聚集 我觉得这个地方录制聚集 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把它剖过来 有没有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把B栏给删掉 那把B栏删掉很简单 就是colons B.delete 这就删掉了 最后的话呢 再加一个colons.autofit 就是自动调栏宽 这样看起来就蛮整齐的 这样就结束了 有没有 马上就有个资料 那我们如果要做那个大乐透的 这个号码的统计分析的话 那就简单了 有没有 所以接下来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总共这几段程式 逐一来看好了 因为这个不难写 但是写了之后 基本上呢 就比较不用再用人工的方式 做这些动作 所以我先把这边先跑一下 也许先跑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主要的那几个动作 包含就是删除不要的列 那我刚刚几个动作 我先来把这个先跑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如果要把 这边再撰写一个 删除不要的列的一个sub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你就打一个 在底下打一个sub 然后名称叫删除不要的列好了 OK Enter一下 那基本上 我其实主要是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什么 让它对A栏做递增排序 所以特别是以后 如果假设你要针对 A栏递增排序的话 当然啦 如果你不会写对应的程式 其实你可以用录的 但是录制排序 录下来的程式嘛 我印象中 哇 那个会非常冗长 好像至少都十行以上起跳的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会写的话 其实只要一行程式就好了 OK 一行程式 那个也不难记 首先如果我要针对 那个第一栏 A栏做排序的话 那其实首先你要给它一个key key的话理论上 就是会以A1当成基准 当成key 所以你这边的话 你就是写一个 假设我要针对A栏 做递增排序的话 那我们就以A1当成一个基准 然后呢 它的排序的名称叫做source 应该这个 有没有 所以点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source的方法 好 那source的话 可能需要几个参数 如果你那个后面的参数 不知道没关系 你空白按一下 底下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将来不管说 哪一个物件的哪一个方法 以后如果你不会写啦 可能就慢慢要看懂 后面的一些提示 那首先的话 当然source其实只要知道几个提示 第一个的话是key1 key1的话就是你要排序 是以哪一栏当基准 所以理论上 我们还是以A栏 递增排序嘛 所以你就把这个key1 我习惯拿 一样拿A1当基准 ok 所以key1就是A1 好 逗点 第二个话 他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要递增还是递减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递增的话 就是这个啦 XL ascending 那如果你要递减的话 是XL descending 可是你说老师 这个字我不会拼怎么办 教会一个方法 你打一个XL 打一个X 你会发现喔 他其实就会出现了 那可能你们还是要记一下 如果以后要递增的话 就是ascending 如果你要递减的话 所以我们要递增 所以这个ascending 好 帮我递增一下 好 逗点 再来的话 有没有key2 好像没有耶 所以key2不需要嘛 可是还有一个一定需要的 就是有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底下还有一个 这后面说的 其实只要三个参数 哪一个key 然后你的排序递增还递减 第三个是有没有栏位名称 有没有栏位名称的 那个参数名称 叫这一个 叫head 有没有 head这一个 那只是那个head的顺序排在后面 所以如果你假设head的顺序排在后面的话 那就别注意你可能要自己打那个参数名称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要自己打那个head head der 这里的话冒号等于 就是跟他讲说 我有标题的栏位名称 所以你跟他讲说 帽后等于后面请你加一个xl yes 好 这样的话呢 他就知道说 你有栏位名称 好 这个部分排序就排完了 所以哦 刚刚做的那个动作 如果在VBA写的话 你就写这样子 他就知道说 你要从A栏帮你递增排序 OK 所以我们来跑跑看 所以这边我按个F8好了 排序 从A栏帮我递增排序 有没有发现 这个动作就是我刚刚做了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 你不想要手动每次都自己做 你把这一行记一下 OK 好 那第二个方法我要删掉什么 我要删掉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 这边K-T-H下 B1K-T-H下 得到的这个2152 加1嘛 2153 再到这个啦 其实可以模拟A1向下 到这里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把它删掉 所以如果你要写 某个列的范围删除的话 这边可能就要 学会一个物件 叫ROS 有没有 那ROS后面的话呢 你就给它哪一列 到哪一列 把它删掉 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删除 那我们刚刚这一列 应该是 我看 C-T-H上 再上上 哦这里 应该是2153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是2153 到哪一列呢 这边 C-T-H下 应该是6525 有没有 然后后面删除 这点Delete Delete OK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如果把它执行 它这个范围就删掉了 可是你说老师 那将来如果范围变动怎么办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这两个数字 理论上应该要把它变成两个变数 不然的话呢 将来这个范围变动 那当然将来删的 你就不可能说永远自己在那边改数字吧 所以 如果要取得这个数字的话 那我刚刚有写一个 这个叫R1好了 等于什么 我刚刚有个模拟啊 还记得吧 就是从哪边 从B1有没有 C-T-H下 然后加1 这个就开始的位置 所以我把这个写在R1的后面 那写的方法就是 偷懒一下 拿这个来改比较快 有没有 就这一行 这个 然后呢 差别只是说把这边改成B1 向下追踪得到的列 有没有 加1比较好了 然后这个数字的话呢 就是拿什么 这个拿这个来改 这不用加1 那拿一个R2好了 R2的话呢 就是由A1向下追踪 就会得到 有没有 所以这个A1向下追踪 得到就R2 好吗 这个时候呢 记得啊 VPA里面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呢 它可以让城市倒车 所谓的倒车就是 你可以 这边有个箭头的 你把它往上拉 让它往上 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重跑一下 我刚刚加了两行城市 但是我不确定 这两行城市对还是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往上拉之后 记得按F8 然后看一下变数里面有值 对还是不对 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 2 应该是2153 对没错 2153 那表示这个变数的值是对的 那R2的话呢 看一下 应该是6525 看一下 如果R2也是656 对也没错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R1和R2 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不过特别是哦 两个变数哦 要把它一个串前面 一个串后面 那刚好呢 这个文字串哦 刚好2523 刚好是最前面嘛 前面没有东西了 6523是刚好最右边 所以哦 如果你要串前面的话 请你把这个删掉 前面加上R1and就可以 空一格and 空一格 这样就串到前面哦 OK 那你说哦 是为什么前面没东西 因为刚好它前面没东西嘛 所以哦 这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原来是这样嘛 你就是把这个删掉 前面 把这个删掉之后 前面呢 就是R1 本来应该是R1and 串在前面 and 前后加空吧 那后面这个的话呢 一样哦 把这个删掉之后 后面加上and R2就可以了 那一样啊 前后加空白 好 这样OK了哦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倒车一下 让它执行看看 如果这样OK 把不要的那个范围资料删掉 那表示 这样的一个程式就完成了 那试一下哦 OK 这个把它执行一下 你看一下 底下的东西在不在 有没有 干干净净的 而且好处是哦 完全不会拖泥带水 效率非常的快速 有没有 所以以后啦 如果假设你要删掉 某些范围的资料 我发现就快速方法 应该是排序之后 整个范围 把它一次删掉 应该是最简单的 OK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那我们 把那个资料下载删除的部分就完成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画面再还给哥 那这段程式的话呢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第几页有没有 这这边应该有 第七页有哦 OK 一模一样的 第七页 所以以后的话哦 如果假设你要快速的把某些范围的资料删掉 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先排序 那排序的话呢 它的方法名称就是Sorts Sorts后面其实就带三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哪一栏 通常会以它的栏位名称当成是Key1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它的排序方法是递增还递减 记得哦 Ascending是递增 Descending是递减 那理论上这个不用背啦 你就打一个X 它后面会提示哦 那再来就是有没有那个栏位名称 通常一定要加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把你的栏位名称那一列哦 也跟着排序 那就会出错哦